謝謝主席,我們有請副主委 我們請副主委 好,我也很早 好,副主委好 因為今天要來談動物修法的問題 那我想從一開始,還是 我以為今天是農委會主委會來 所以還是想跟他討論一下人道經濟這本書 這本書呢,這個人道學會的一個理事長 Waylen Pencer 他其實在這本書裡頭說出 活出所有的生物都重要的原則 所以這本書裡頭其實讓他加一加 不管是經濟動物,展驗動物 或者是一些野生動物或是實驗動物 希望我們跟人跟動物之間 要活出所有動物都重要的一個原則 好,那今天因為 我知道今天要有一些動物保護的修法 那動物保護的立法運動聯盟呢 他們在去年大概有一個記者會 有提出了一個八大訴求 就是說第一個是支持動物保護路線 第二個是動物飛物 動物傷害的虎味精的法治化 再來就是動物保護的警察法治化 看起來好像今天有一些法要修 那再來就是人道救援 再來就是科學應用資訊的公開跟支援的一個分享 再來就是實驗動物的部分 再來就是 續情魚類友善生產系統的一個法治化 最後是想講到一些蔬食的推廣的一些法治化 大概就有這八部分 那在經濟委員會我想我們還是會一直碰到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們今天先來開始來談一些動物保護的問題 動物保護其實不只是只有貓狗 那在知識會的調查裡頭 台灣的網友飼養動物的前三名 護主委你知道啦 就是其實是 以狗人數最多 大概你會想到有魚類是33%嗎 我想到了 OK好 那貓就占了31% 大概就是前三名 大概就是養狗 貓小孩為主 然後再來就是魚類跟貓 但是呢 動物跟人類是 事實上是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 所以呢 其他動物也應該要被受到關注啦 所以今天想跟那個護主委談談一下兔子的問題 其實兔子在 即便在動保護法中有明定一些夜市的條款 可是呢 其實我們走到那個夜市裡頭去 還是食物運作上面還是很少有去有效的去管制 在夜市的各種活動 尤其是遊戲交換的這些活體的一些動物的一些交換行為 還是非常的頻繁 像這個兔子常常在夜市裡頭被 當作一個贈品在那裡 或者是被套那個 套圈圈 也是幫助一個 一個 一個 贈品或者是一個 物品在那裡做交易 這個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再來就是 其實不只是兔子啦 常常會看到火車上面一些很不人道的這些活體的運送 那寵物店之外呢 這些 私人的繁殖廠或者是網路活體業者這些呢 你都會看到這些貨運郵寄然後就悶死了 然後他還跟你講說如果悶死還可以包退這些 其實這些問題都層出不窮 那我們今天是想說跟農委會來討論 再來就是那個 特定寵物業的管理辦法中二十二條這裡 他說這一條裡頭是用本辦法的特定寵物列 他只規範到犬跟貓 那其他的基本上都沒有被規範到 所以很多的不孝的業者就是因為不想被納管 所以就會把目標轉移到其他的動物上面 但本席是不是可以在這裡要求農委會應該要要求業者自律 並主公會納管 這個等一下我們請副主委來回應 再來就是兔子還有其實還有很多的問題 兔子到底他是一個陪伴動物 還是他是一個經濟動物 還是他一個是一個實驗動物 那常常在學校裡頭我們會看到就是學校的體驗課程 過度繁殖之後沒有辦法好好的妥善的照顧 再來就是實驗兔後的後續照顧 也都沒有好好的去安置或者是解決 這個也是常常在那個實驗室裡頭會常看到的一些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我想跟副主委討論的 就是動物保護路線應該這是一個世界潮流 動物跟人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 其實動物的健康跟福利跟人類生活跟環境生活的品質 事實上是息息相關 人類有四分之三以上的疫情 事實上是來自於人跟動物互相的傳染 譬如說2003年事實上他是有從蝙蝠傳染到果子裡 果子裡再跟人接觸就有2003年的SARS 2012年的MERS也是從蝙蝠上面傳染到落頭 所以這些其實人類的這些再加上過去一年的疫情裡頭 事實上這些四分之三的疫情基本上都會來自動物的一些病毒 所以人跟動物之間我想應該要一起討論 今年來世界衛生組織也跟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也一直在倡議 健康議題跟福利議題的一個問題 那動物保護路線的問題我想要問一下副主委 就是這全世界大概有一些國家都有基本路法 那在今年的修憲委員會裡頭 事實上本席也有提出動物保護路線的條文 動物飛物那享有生命的尊嚴應該要受到法律的一些特別的保護 所以大概相關的法律跟配套應該民法跟動物保護法都應該一起來修訂它 那同時呢去年蔡英文總統建了這些NGO的團體 也提到說民進黨的立委應該沒有人會去反對 同時主委陳吉仲也說不是問題而是看要條文怎麼寫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問副主委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動物保護 動物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狐狸 像兔子或者是這些特定寵物業的管理辦法 是不是在犬貓之外應該還要納入其他的一些陪伴動物或者是其他的動物 這個問題我認為應該要納入 這個目前在那個公會那邊的話也沒有說只有犬貓 應該是所有動物都可以 所以農委會有要求所有的其他的動物的有這些業者都要自主 他們都有公會嗎?第一個是要自主公會 第二個是應該農委會要求這些業者要自律 跟委員報告那目前的話寵物商業同業公會在各縣市跟全國的這個公會 他的那個範疇裡面的會員不是只局限於全貓 那有包括其他的那個物種的一個寵物 那這部分目前我們也會來跟業者加強宣導 讓他們更進一步的去自律 不是只有加強宣導一定要有一些法則 而且一定要規範他們要去要能夠自律 而且要能夠把這些主公會來做個納拐 其實因為我們常常在夜市看到這些動物真的是看起來很辛苦也很可憐 好那我們來跟那個公會那邊聯繫 希望他們在未來在運輸方面都能夠考量到動物福利 對一些夜市還有運輸還有一些在實驗室裡頭的一些解決的一些問題 這些還是要請農委要能夠提出有效的一個方法 那最後還是請副主委回應一下就是動物保護路線 你覺得本期的條文是寫動物飛物想有生命尊嚴應受法律特別的保護 那不曉得農委會的條文應該怎麼寫 還是你們對這個動物保護路線怎麼看 動保護路線這個議題的話很多人在提了 那基本上我們沒有說會把它排除 那就是看它的一個入線的條文看什麼去處理 這個可能因為這個憲法的層次非常高 那是不是要一定要到入線的這樣的一個層級 那這個可能還要經過討論或者是大家凌成一個共識 我想因為今年有修憲委員會還是請農委會要來嚴肅的來看待這件事情 那其他的剛剛那個其他的動物的一些狐狸還是請那個副主委要能夠去多關心 謝謝蔡必如委員的資訊 謝謝副主委